在辽宁沈阳市中心有一处红墙黄瓦的古建筑群 它距今已经有近400年的历史了 这里是我国仅存的两大宫殿建筑群之一 是清朝入关前的皇宫 它和北京故宫构成了我国仅存的两大完整的明清皇宫建筑群 这里就是沈阳故宫 我现在已经来到沈阳故宫了 这是我第三次来沈阳故宫 是第一次拍摄沈阳故宫 来沈阳的游客这个地方是首选的 所以要赶在人流高峰前进入 这个视频和张氏帅府一样 咱们只能边走边聊了 沈阳故宫的门票是50块钱一张 接下来咱们排队进宫 沈阳故宫又称圣经皇宫 始建于公元1625年 到公元1783年基本建成 共经历努若哈赤 皇太极 乾隆三个建造时期 历时158年镇地6万度平方米 共有114座建筑 分东路建筑 中路建筑 西路建筑 三个组成部分 其中东路建筑是建于努若哈赤时期 中路建筑建于皇太极时期 西路建筑建于乾隆时期 沈阳故宫虽然是分期建造 但最终形成了一个布局严谨 主次分明的皇家建筑群 大家看 这个地方相当于北京故宫的五门 它是沈阳故宫的正门 叫大青门 在门外上方有一匾额写的是沈阳故宫 这是郭沫若先生提写的 北京故宫神武门上方的故宫博物院 也是郭沫若先生提写的 咱们前段时间探访了 努若哈赤称寒后的第二个都城 辽宁辽阳的东京城 那后来努若哈赤又迁都到了沈阳 在这里他只居住了一年多就去世了 随后他的儿子皇太极继承寒位 之后开始实施浩大的旧城改建扩建工程 大青门就是在这个期间修建而成的 据说这座门在建成之后 它并没有名称就叫大门 后来皇太极改国号为大青 然后他又听说明朝北京皇城的正门 叫大明门 为了针锋相对克其锋芒 于是把这座门命名为大青门 清朝入关后 北京皇城正门大明门改为大青门 清朝灭亡后改为中华门 如今北京那座皇城的正南门 已经不在了 沈阳这座大青门在古代 它是日常朝会时文武大臣后朝的地方 也是皇太极接受群臣谢恩的地方 在当年很多明朝详将 就是从这座门进入 受到皇太极的接近 来到沈阳故宫啊 首先会发现屋顶铺设的琉璃瓦 和北京故宫相比不太一样 北京故宫全部都是黄色的琉璃瓦 而沈阳故宫大家看 是黄绿两种颜色的琉璃瓦 最边上呢是绿色的 关于这个问题啊 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 说沈阳故宫之所以有绿色的琉璃瓦 这是清朝皇帝不忘祖先的意思 就是说满清皇族来自草原 这样的设计呢 既保留了以皇为尊的传统观念 又体现了满清皇族 对故乡山林的深厚眷念 第二种说法 就是说因为皇太极建皇宫的时候 还没有入关 未统一全国 所以不能全用黄色的琉璃瓦 第三种说法 就是说最早的时候 沈阳故宫也都是使用黄色的琉璃瓦 但后来沈阳故宫 已经不是皇帝办公居住的地方了 作为陪都的皇宫 在规制上 它就应该降大 于是就在黄色琉璃瓦的外围 加上了绿色的琉璃瓦 这样一来 就和北京的紫禁城有了区别 但沈阳故宫的太庙 供奉着清朝皇帝的祖先 建筑能降级 这祖先不能降级 因此大清门东侧的太庙 全部都是黄色的琉璃瓦 没有进行改动 我现在已经来到 沈阳故宫的东路建筑 咱们从奴鲁哈市时期的 宫殿建筑群了解 在这片区域内 等级最高的建筑就是大正殿 又俗称八角殿 它始建于天命十年 当年沈阳市从辽阳迁都圣经后 首先建起来的就是这座建筑 最初它叫大衙门 在皇太极时期改名为赌宫殿 到了康熙皇帝时期 更名为大正殿 延续至今 大正殿是举行圣大典礼的地方 比如皇帝登基 国宴等重要仪式 都在这个地方举行 大正殿也是皇帝与八旗诸王 还有大臣义政的地方 当年皇太极就是在这个地方 继承汉位 顺治皇帝也是在这个地方 继承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 大正殿是后金国家政权的象征 这座大正殿是八角重岩 全监式建筑 大木架结构 隼卯相接 飞檐斗拱 彩画 琉璃 以及盘龙柱等 都是汉族的传统建筑形式 从外形上看 它又像满清皇族早期 在山林中狩猎时所搭的帐篷 从这也可以看出 在建筑上保持了满族的风俗与传统 在殿顶中心有琉璃宝顶 在宝顶周围还有八条铁链 各与历史相连 象征着八方皈依 在眼下还有藏传佛教的寿面 蜂窝坊 以及梵文天花等等 从这也可以看出 它将藏传佛教的艺术饰样 巧妙地结合在满族建筑风格之中 也就是说 大正殿融入了多民族的建筑艺术精华 在大正殿东西两侧 还有十座大小形制完全相同的亭子 称为石王亭 根据景区内的介绍 说这是左右翼王和八旗大臣办公的地方 说到清朝的八旗 大家并不陌生 这是努尔哈赤建立的一个系统 主要用于控制军队 以八面颜色不同的军旗 作为区分和标志 所以叫八旗 八旗的各位旗主就是负责人 他们只需要服从总司令的指挥 总的来说 八旗是一种兵民结合的政治与军事组织 是努尔哈赤为整合后军力量 与大明帝国抗衡的创造性发明 也就是说大正殿就是皇帝的办公室 而石王亭就是与皇帝共同义政的左右翼王以及八旗旗主的办公室 但是左右翼王在史料中并没有明确记载 因此至今还是一个谜 大正殿与石王亭的布局 以满足皇帝和八旗旗主出征狩猎时 扎舍营帐的排列方式一致 体现了满清八旗制度的文化特色 这样的排列方式呢 也更突出了大正殿至高无上的地位 接下来咱们去看一下大正殿的内部 要是有可多的时候 看一下大正殿的内部是非常困难的 现在这个时间还好 大家看 咱们现在看到的宝座 它不是皇太极时期的样子 它是按照北京紫禁城的样式改过的 最初这座殿内包括石王亭都是火炕 东北的冬天非常的冷 所以必须要考虑取暖问题 接下来咱们去中路的建筑看一看 大家看 进入大清门后 首先会看到一座大殿 它叫崇正殿 和北京故宫的太和殿一样 都被称为金鸾殿 当年皇太极在大正殿的旁边 修建了这处宫殿建筑群 也就是沈阳故宫的中路 它参照了中原王朝前朝后寝的宫殿规制 由外朝和内庭两部分组成 崇正殿就是外朝区 是皇帝临朝礼政和举行国家典礼的地方 也就是说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 相当于皇帝的办公室了 崇正殿建筑后旁边那座大正殿更像是一座会堂 当年皇太极就在崇正殿举行称帝大典 将国号由金鸾改为青 自此大金国号停止使用 大家看 这就是崇正殿的内部 和大正殿一样 都不是最初的样子 这是根据乾隆皇帝的旨意 重新制作设计的 接下来咱们继续往后走 从崇正殿绕过来 咱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凤凰楼 它是当年圣经城内的最高建筑 在当年青皇家收藏的典籍都放在这个地方 皇太极不但自己常到这里看书 而且也曾在这里召集王公贝勒读书讲史 这个地方也是皇太极后妃读书或举行宴会的地方 清朝入关后 这座凤凰楼也被用作存放宫廷重要文物的场所 在凤凰楼的后方 就是皇帝和后妃居住的地方 也就是后宫了 这座凤凰楼的建造 不仅仅是为了让皇宫内 有个赏物观景之处 更有着特殊的军事目的 它是一座城堡式的独特建筑群 一旦发生危险 只要关上凤凰楼下的大门 地后寝宫去院 就成为居高临下的城堡 所以凤凰楼的功能 相当于后宫禁院的门户 大家看 在凤凰楼上有一点额 写的是紫气东来 这是乾隆皇帝第二次东旬亲笔预题 紫气东来就是紫色的元气从东边飘来 而紫气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 简单的说就是乾隆皇帝 用紫气东来来御大清帝国的盛事 源于圣经 他在此感激先祖选择圣经这个府地 凤凰楼楼下层是进入寝宫区域的通道 穿过凤凰楼咱们就来到后宫了 正前方是皇太极和皇后的寝宫 叫清宁宫 在清宁宫的两侧是皇太极后妃居住的地方 大家看清宁宫的正门和其他宫殿不太一样 它没有开在正中间 而是在偏东的东次间 这就是俗称的口袋宝 就是因为整套房间形似口袋 北京故宫的昆宁宫就是仿这座清宁宫重修的 接下来咱们进入清宁宫的内部看一看 现在游客已经非常多了 当年皇太极万万不会想到 几百年后他的清宫会有这么多人参观 大家看这片区域就是皇太极举行家宴的地方 和萨满祭祀的神堂 按照满族习族 以南为大以西为尊 正常情况下在西墙上会供神或祖宗的牌位 西抗一般不住人 也不能随便摆放杂物 只能放祭祀的器具 南抗住长辈或尊贵的客人 晚辈住北抗 所以大家看在西墙上 它是有神像的 据说供奉的就是关羽 满族人非常崇拜关羽 把关羽封为武神 那住在清宁宫的女主人 姓伯尔基吉特氏 名哲哲 她是海兰珠和布姆布泰的姑姑 布姆布泰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孝庄太后了 大家看这个地方还有两口大锅 据说在萨满祭祖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 就是杀生煮肉吃鸡肉 这两口大锅应该是煮鸡肉的 接下来咱们出去看一看清宁宫的冬暖阁 这里可是皇太极驾崩的地方 因为冬暖阁不让进入 所以咱们只能隔着窗户看 先出去这人实在是太多了 大家看这里就是皇太极驾崩的地方了 在380年前的崇德八年8月初九日 亥时也就是晚上的9点到11点之间 皇太极在清宁宫冬暖阁的南炕上端坐而崩 终年51岁 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地方驾崩的 皇太极驾崩属于猝死 关于皇太极的死验 在历史上有很多争议 等咱们去探访清昭令的时候 再详细的聊聊 皇太极就是在南炕头上去世的 而且史书冬 在清宁宫东西两侧 还分别排列着东佩宫 官居宫和延庆宫 西佩宫 林芷宫和永福宫 其中官居宫居四佩宫之首 仅次于中宫清宁宫 这里是皇太极非常宠爱的陈妃 海兰珠的庆宫 东子宫延庆宫是皇太极淑妃的庆宫 西宫林芷宫是皇太极贵妃的庆宫 西寺宫永福宫是皇太极庄妃的庆宫 这位庄妃就是后来的孝庄太后 在清宁宫的后方还有两座稍小的佩宫 这里应该是等级比较低的嫔妃居住的地方 接下来咱们去看一看永福宫的内部 这里没有开放 和清宁宫的东南阁一样 只能隔着玻璃看来 大家看 顺治皇帝出生地 崇德三年皇太极的第九个儿子 爱新觉罗福林就是出生在这里 后来成为大清的第三位皇帝 也是清朝定都北京的第一位皇帝 清朝入关后 这顺治皇帝就再没有回到过他生长的地方 在清宁宫的后方就是玉花园了 虽然占地面积不大 但甲山 凉亭 小桥流水等等该有的都有 看到这儿 沈阳故宫的东路和中路 咱们就已经聊完了 接下来就是西路建筑了 这里是乾隆皇帝东巡 和为了安放四库全书而修建的 在沈阳故宫中 最特别的古建筑就在西路 他就是收藏四库全书的文宿阁 取宿建求本之意 以示乾隆自己身处盛世 仍不忘祖先开机创业之艰难 兢兢业业治理国家 他与沈阳故宫内的其他建筑不同 大家看 文宿阁的顶部用的是黑色琉璃瓦绿简边 这是在沈阳故宫建筑中是独一无二的 他根据五行八卦之书 黑代表水 咱们都知道书最怕火 以黑瓦为顶 象征以水克火之意 这座文宿阁是乾隆盛世的历史见证 同时也促进了圣经教育事业和民间藏书的发展 看到这沈阳故宫咱们就全部聊完了 如果说北京故宫见证了大清帝国的盛世道衰败 那这座沈阳故宫则见证了后今的崛起和大清的建立 对我们这座沈阳故宫则呢 本来就有门了 自尊新度月宫则 这座沈阳故宫则 不可乱 看不可乱 这座沈阳故宫则